学佛人的境界是最重要的 当你境界上升到一定的阶段 你会脱离很多物欲的追求 所以人生实际上有三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那就是求 所以人第一个境界 初级的境界叫求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追求 所以我们都觉得追求物质 那是生活的动力 我要买个房子 所以我一求我就天天要打工 拼命地挣钱 这是我的动力 我们一辈子被这种房子 车子一切假象所迷惑所困扰 实际上这些东西最后都不是我们的 我们以为人只要有了充足的物质 就会得到人间美好的生活 所以很多人以为赚了钱了 他一定是很幸福的 不少人倾注了自己一生的经历 所以去追求财富 名利和欲望 等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人间 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回到哪里 这时候我们的境界认为白来了人间 世界上很多人都活在这个境界当中 这叫第一境界 接下来跟大家讲第二境界 第二境界是缘分了 一些人在物质丰富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我虽然什么都有了 我怎么还觉得不够开心和美好呢 虽然物质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 但是物质并非能给我们带来 全部的美好和幸福 尤其在物欲横流的现在 我们内心常常充满的多愁善感 苦闷迷茫 忧愁伤痛 不知道怎么样来消除它 所以这个时候人的第二境界开始了 追求的一些精神上的求索 寻求内心精神的宁静和寂静 这部分人逐渐会脱离自己所拥有的部分的物质的控制 有意识地选择放下一些外在的物质 他们开始回到身体本质的层面 明白了身体 哦 原来是修心的根基啊 生命是人生之本啊 他们开始珍惜自己 珍惜周围的亲人 他们开始要懂得用智慧慢慢地 让自己的精神来修补和还原 自我的心灵的健康 这些人已经懂得了回归生命 进入到生命的本源体 世界上少数人是活在这个境界当中 这叫第二境界 第三个境界就比较高了 那就是蛇 有些人内心精神在修行当中 它上升到灵性的境界 终于悟到我们所碰到的人和人 事和事之间 其实是为了帮自己完成 在这一世修行圆满的因 每一个与自己有缘分的人 都是自己的贵人啊 无论好与坏 对与错 看清了自己经历的一切痛苦 其实都是来自于自己心灵的分别和执着 这时候他们再也不为一切所困扰 他们放下了执着 抛弃了痛苦 懂得了调控自己的情绪 他们的精神意识和身体意识 逐渐了完成了整合 这个时候他们才会体会到 人间什么是幸福和快乐 因为他们心灵的开始成长成熟 知道给予别人和奉献 比向别人竖取和自私的心 会拥有更多美好的幸福感觉 他们明白了感恩 回报别人 原来是做人的良好的善良的基础 他们明白了帮助了别人之后的喜悦 奉献原来会责众生 造福人类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些人在世上能够达到人生的第三 也就是最高境界 但是这些人很少很少 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其实人间还有三层楼 第一层是物质生活 第二层楼那是精神生活 第三层楼那就是人的灵魂生活 我们人很容易在物质生活当中 能够得到满足 但是我们很难的 在精神方面得到满足 所以慢慢地脱离物质和精神 你就会拥有人的第三层 烦恼和超脱放下的人间的那些物质和名利 你就住在第三层 所以人生的三个境界和三层楼都是对应的 我们人忙忙不误的根源 是不知道自己到底从什么地方来 要到哪里去 不能明智地给自己定位 求索人生完善自己 我们只有学博才会彻底的明白 我们到底是谁 心要住在哪一层楼 才能接近我们的目标 接近我们的菩萨 明智人生 觉悟人生 定位人生 才能让自己修行人生 开悟人生 创造大成人生 嗯